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CWC Channel iOS 18.0.1 已经释出这个影片来介绍 这一次的小更新有哪些重要的错误修正 除了iOS有更新之外 iPad OS 18.0.1 Mac OS 15.0.1 Vision OS 2.0.1 通通都有更新 这个影片会专注在iOS 18.0.1 同时也会稍微说明 iPad OS 18.0.1 因为这次的更新对于iPad来说也非常重要 那虽然是小更新 还是建议您能够做好备份以防万一 点选设定 来到了你的账号 点选iCloud 这里有iCloud备份 这里可以点选立即备份 来备份你的iPhone 备份完之后点选一般 软体更新 里头就会出现iOS 18.0.1的更新画面 点选更新 你就可以来下载更新成最新的iOS 8.0.1 官方所释出的资讯里头 有四个重要的错误修正 首先第一个 如果你有新买iPhone 16 或者是16 Pro的型号手机 触控萤幕在某些情况下 可能会无法使用 可能在滑动的过程当中 明明你已经触碰到萤幕 但是却没有反应的现象 个人的经验是在使用讯息的时候 点选讯息 有时候在打数字 明明已经按下去了 但是却没有反应 或者是在使用表情符号的时候 明明已经点选了 但是却没有反应 如果你有这个问题 非常建议你来更新 第二个错误的修正是 iPhone 16 Pro 在录影的某种情况下 会发生摄影功能完全卡住的情形 点选摄影 在录影的情况下 如果你在上面这边使用的是4K 同时你是在微距模式的影片 微距模式就是非常近距离的 像是左下方这边有一个花朵的按钮 如果你有这个花朵按钮 你点选下去之后就是微距模式 在微距模式情况下 4K开启 HDR没有开启的这种设定情形 你在录影的时候会出现当机 整个萤幕完全冻住 无法使用 那我现在点选录影 所以如果你的手机是iPhone 16 Pro 同时在使用这种情况的录影 会有当机现象 建议你来更新成iOS 18.0.1 才不会有当机的问题 第三个错误修正 是在分享Apple Watch表面 到讯息的时候 会产生跳出的情形而无法使用 这种情形影响到的层面 不只是iPhone而已 如果你传的讯息是给iPad Apple Watch 通通都会在讯息里头 直接跳掉无法使用 假设我想要分享 我的某一个Apple Watch的表面 我开启Apple Watch 来到了下方 这里有很多的表面可以分享 假设说我想要分享 我要分享 我可以点选右上方的按钮 接下来点选讯息 我可以将这个表面分享给我的朋友 好 当我寄出这个讯息之后 如果对方有回应 不只是接收表面资讯的接收者 他的手机的讯息会跳掉之外 发件人的讯息也会跳掉 所以这种当机跳掉的现象 现在这一次是8.0.1 也加以修正 最后一个错误修正 是某一些iPhone型号 可能是iPhone16 15 14都有可能 在记忆体的分配上有问题 结果造成性能的影响 那现在苹果已经发现了 这个记忆体分配的问题 加以修正 性能也因此可以提升 另外有观众朋友提问到 手机在更新成iOS 8之后 发票载具的功能完全不见了 这种第三方软体的问题 必须要第三方自行的更新 所以当你更新完iOS 8 如果有任何第三方软体造成的问题 请随时来更新你的App 因为第三方软体可能会根据 最新的作业系统来做更新 那在这里呢 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 像是发票载具不见了 请到App Store 右上方有你的图示点选 接下来往下一滑 来看是否有任何的更新 接下来你往下之后 你就会看到有哪些有更新的 譬如在这里 我这里有40个必须要更新 点选他就会全部更新 因此这个时候必须要赶快的更新 来看是否第三方的App有支援 好影片的最后 来快速说明iPadOS 如果你有M4的iPad Pro的话 之前在iPadOS 8的时候 释出就发生当机的现象 许多人在更新之后 整个iPad不无法使用 那现在iPadOS 18.0.1 也针对了这个问题加以修正 所以如果你有M4的iPad Pro的话 你现在也可以来更新 来使用SPA的最新功能 好那这个影片就介绍到此为止 希望这些所有分享的更新资讯 对您有所帮助 如果有任何问题 欢迎告知 谢谢您的收看 下一集再见 拜拜